这段时间天天下雨就没有停过 我们家的这个天堂鸟 马上就快爆花出来了 它会分泌这个枝叶 我估计这个液体是甜的 所以引来了很多很多的蚂蚁 我数了一下 我的这个天堂鸟一共开了七枝花 这一朵也马上快冒出来了 一共有七枝 我记得以前开花店的时候 这个天堂鸟 售价高达十块钱一枝 我这个拿去卖是不是可以卖七十块钱 卖了就可以把我这一盆花 当时买成一百二 就可以抵消了 每年给赚点回来 我出去培训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家里面的菜长了好多啊 你们还记得我这个窝笋吗 现在都已经开花了 没来得及吃都已经开花了 今天中午我就拔两株回去吃吧 不然开花太可惜了 前面我回来我还给 那个我们邻居那个娘给她拔了两颗 她给我送了儿菜的苗 我就给她拔了两颗莴笋 再不吃就没法吃了 长得真的太快了 我这个火龙果也是 但是我等一下要来给火龙果搭架子 看见这个新发的这个没有 不搭架子它要往下跑 所以我要给她搭架子 把这个下面的给她抹掉 这下面的不要 这颗不要抹掉它 这个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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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也不要就留在上面这一颗 这一颗让它长 这个下面的不要它 万一这颗长不好 这颗先留下 这颗也不要 因为这个上面已经长了一颗出来了 把这颗拔掉 看拔了这么多颗出来 看我的这个番茄 我等一下也给它搭个架子吧 我把尖给它拔掉 我不知道这是大番茄还是小番茄 接着这个果小小的 我把尖拔掉 因为太冷了 它也不长 把最下面的两串果子吃了 就已经冬天了 所以不需要它浪费不必要的营养 我先去找点棍子来 把火龙果的架子搭上 它们把火龙都搭上 我把火龙全部搭上 我把火龙装上 我把火龙装在里面 我把火龙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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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搞结实一点 不然以后塌了怎么办 大家在 这个超乱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折磨 眼泪湿润变狂 你又不敢懦弱 低着头 期待白昼 接受所有的嘲讽 向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 黎明的那刀光 会越过黑暗 跨破一切通知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要逆着光 就去散黑暗 丢尽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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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龙果的架子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呀 搭成这个样子很臭 感觉又不结实 呵呵呵 现在只是说它长出来的这个新苗 暂时的不会往两边倒了 呵呵呵 我感觉 这个大火龙果的架子 这个工程是我到目前为止 做的最不满意的 最烂味的一个工程 又是很丑的 主要是这些钢丝 真的是很难弄 所以说 看来女人也不是全能的 力气就决定了一切 呵呵呵 哈哈哈 我也是很丑